嗨,大家好,我是劍盛,我現在要來拍我們八本打波羅戰的影片 那這次大家波羅戰都打得還蠻精彩的 那就是都拍八本啦,那我大概會分...因為太多部了,我大概會分成三次 那這次先來看我跟我們首領打的 那我們打的呢,因為... 欸...我是很後面才打,那我想要等王 那有一次是沒有用王,那一次是補星,那另外一次是打四號 那我們首領也已經打四號,那我們兩個都已經打出三星了 但是他是先打的,那來看一下他打的 他是用皮卡打的,那你看這次對手呢 大部分都是用...這種陣 不好意思,不是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對手四號的陣型 那這次對手大部分都是用這個陣,他們好像... 幾乎每個八本都照這個拍,然後有一些有部分有做改動 那像這種陣的話,像...他擺成這樣子喔 像這個洞跟這個洞 那個螢幕上的擺點,這兩個洞一定是放陷阱 這兩個洞也是陷阱 那就這兩個洞有陷阱之外呢,那其他陷阱可能是在裡面吧 所以現在已經確定了,這種有一點點的引導效果的陣喔 你要用胖法流打,你胖子會被彈的... 因為...這兩個幾乎是必彩啦 所以你要用胖法打的話會稍微麻煩一點喔 因為胖子可能會分兩邊走 所以我們...836是用皮卡打 那你看他這種陣... 這種陣我不知道在八本常不常遇到 但我之前有打過一次,那這邊一定是電塔 這三個地方都是電塔 然後...反空都放在裡面 三個反空,所以說這種... 的話呢,你如果想要用... 龍推的話,也是可以啦 但是...會比較...難一點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蘇琳達的 這一個 他有帶皮卡,其實說實在我不喜歡... 如果你要帶皮卡的話,你就是要打進去 那你如果讓皮卡在外面走的話 很容易就被這三個地方的電塔給打死 所以你要馬就是直接打進去 但是他皮卡照的還蠻短的 照三隻 但我記得那時候打的話 打的時候好像是皮卡有繞外面走 那來看一下 像這樣的話,都可以引緣軍喔 他是用炸彈引... 這邊剛好有炸彈 他運氣還蠻好的啊 直接從這裡... 打兩個炸彈出來 因為他是第一次打啊 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家的書 像五級的話 一級毒藥...兩個一級毒藥毒不死喔 一定要用一級毒藥跟二級毒藥 那現在... 他直接把皮卡放在外面 他直接把皮卡放在外面 就從這個點打 那兩隻皮卡走這邊 一隻皮卡走這邊 然後這邊再要一個蠻級的皮卡 一級石頭真的很軟喔 你看一下下就快死掉了 不過這... 翅頭也剛剛好可以撐過去 然後下一個補血 這樣補補喔 然後這邊... 好... 王一刀就爆了 這邊他等等應該會下一個補血 因為順便補法師跟皮卡 這邊皮卡要走進去了 好... 他王從上面放下來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在王放王這裡 我應該會再下... 三個法師 但他現在沒有法師了 因為這樣一來可以增加... 因為王是任何目標都打 那法師可以幫忙王打這些目標 然後讓王早一點去打防禦設施 他現在... 法師都打進來 部分的法師進來 OK...那這樣就... 慘心啊 很容易啊 其實這種陣... 難打嗎 我覺得還好耶 不難打 很蠻輕鬆的 就是... 嗯...如果你部隊不好的話 你可能要想辦法... 有一個... 我在拍第二部的時候 應該會拍一個... 就是... 我們有一個打進去的 就是沒有繞著外面打 他一開始就直接打進去 好...那接下來拍的是我的 我打...我也是打四號 好...因為我想要試試看 那我是用... 三顆石頭去打 我原本是想要找四顆 如果我發現他的陣的話 三顆就足夠了 你看喔...我是用三顆石頭 那我的想法是... 呃...因為我... 要算距離 首先你石頭一定要受到 幾乎防禦設施的傷害 然後這樣法師才可以... 安然的... 打進去 所以我... 講法是這邊一顆石頭 這個砲塔一顆石頭 我如果在... 這個砲塔... 設一顆石頭的話 那... 法斯塔... 法斯塔可能不會打 但法斯塔沒關係 就要劍塔 這兩個劍塔 還有這個破擊砲 都會打... 這個石頭 那我法斯再從外面下 下這樣就OK了 然後... 法斯頂多就收到... 破擊砲跟... 這個法斯塔 這個法斯塔我忘記有沒有在裡面 反正就是... 法斯... 我的法斯主要就是... 怕... 劍塔跟砲塔這兩個東西 還有電塔 那我走進來的話 電塔也跑出來去打我的... 石頭 所以我第一顆石頭 會下來這個點 那第二顆石頭 我想要下在... 法斯塔這個位置 就是讓劍塔跟砲塔 然後這個破擊砲去打我的石頭 然後讓這個劍塔一打 那第三顆石頭 我想要下在這裡 那我下在這裡 我就想... 我原本是想要下在這裡 但是這邊的劍塔跟砲塔 會... 打不打到的石頭 其實... 還蠻複雜 所以我就打算說... 我... 石頭下在這個點 下在這個破擊砲的位置 或是這個砲塔的位置 然後把石方外面 然後讓我的王跟著石頭去走 去打這個王 OK... 那來看一下 那我援軍要的是主 但是我沒有放 好... 夠... 那一樣有引援軍 那那時候我沒有看我們首領的重播 所以我不知道這邊有打炸彈 而且我們首領引援軍的方式還蠻不錯 所以它是直接用炸彈炸這個點 那我覺得這樣引援軍也不錯 用... 還是用兩個人口就引你出來 然後我是用... 一個胖子這樣子 OK...這樣就堵死了 等一下喔... 這邊第一顆 OK...這樣這個法師還要打 然後這邊再下第二顆 然後法師都平面放 就法師幾乎都不會死喔 然後這邊再下這個 這邊石頭跟黃 然後再下法師 然後我會預留大概六隻法師 然後我這個補是... 抖到... 我不是要補這邊 但是我按到這邊 我是想要補石頭 但是沒有補到 那麼沒關係 那我... 我三個補都會拿來補石頭 我不想要讓石頭這麼老死掉 你看這邊被打掉了 主要是裡面的劍塔 因為... 太早把這個打掉 石頭會往外跑 那跑出範圍之後 劍塔就會找最近的目標 就打我的法師 所以這邊法師一定會死掉 那死掉我就會... 我有留了四隻嘛 那我就在這邊補 但是這邊有一個大炸... 剛才已經有放了 但是... 被炸死了 OK...現在很輕鬆喔 就... 不用太多的吸引度 這種陣就是... 你石頭... 一擊石頭很軟 所以你照多一點沒關係 OK...然後這樣就要三星了 那剩的法師也還蠻多的 你看我... 後面剩的... 兩個法師拿來清外面的功能小五 他援軍沒有放出來 OK... 那其實這種真的還蠻好打的 OK...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先拍這兩部 主要就是施法跟施法皮的 好...那我等一下會拍我們... 另外一個的影片 好...那... 等一下見...掰掰